唱完他就应该跳起来把你推在一边 推倒在床上说 让你高高对我上下起手 让我便宜 直接把你推倒 执摸 I love you那么丑 我梦你那么丑 欠你一面就能把你隔在心里头 每当夜深的时候 睡想你的时候 分分秒秒期待着你给我的温柔 当被论那么久 我伤你那么丑 不知何时才能被你拥在怀里头 期待着能和你一生唱上手 只想一生一世拥有着你的温柔 我爱爱爱你 我爱爱爱你 话虽简单真的相爱没那么容易 我爱爱爱你 我爱爱爱你 我会珍惜和你一起的点点滴滴 我爱爱爱你 我爱爱爱爱你 妈妈人海和你相爱 真的不容易 我爱爱爱你 我爱爱爱你 我会永远把你藏在我的生命里 欢迎大家 好了 你的室友有没有满选复活呢 有没有复活了之后 把你直接推倒在床上呢 有人说我是看你的直播长大的 谢谢我们这个台湾的朋友 莫菲啊 我知道嘛 很多人都是看我直播长大的 可能看我直播之前 是个不经人式的小男孩 从来就没有长大过 对不对 然后看完我之后 不仅长大了 而且还会翘起来呢 变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不用感谢我 这只是一种自然现象 这只是一种自然的身体反应 我并没有做什么 这是你自己生的一些本领啊 谢灵儿送我的礼物 所以说你并不是看着我长大的 如果这个时候你看别人 说不定你也会变大哦 有朋友叫我主摸 我觉得可能是玩游戏玩太多了啦 然后总是主什么主什么 因为我每次 每次玩问别人就说 啊这个是主Q还是主E 还是主W啊 还是主什么的时候 然后我就感觉 都是在主啊 主这个主那个 到底主什么 欢迎九优狗狗 谢谢灵儿的灵儿 灵儿直接给我上个66好不好 我直接可以给你上个WIP的哦 好吗 有人说你的这个普通话 真的是说的有点问题啊 那是因为我故意这么说的 你要是没有点口音 没有点大舌头 一样也不可爱了 你说如果我要是什么口音都没有 也没有大舌头的话 我感觉我要是再这么说话 就好像在播生活联播一样 没有什么语语调 没有什么语气 来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下一条新闻 那今天呢 在我们的OI上出现了一个游客 然后显示我们的主播普通话不是很标准 我特别想告诉你 现在普通话标准有什么了不起的 只要是个人都会说普通话 怎么样吧 普通话说的不标准 但是却点的不难听 毫无违和感 那才是一个主播 他应该有的素质 比如说我啊 我就喜欢这样讲话 我觉得好好玩哦 我可以说的很快很快 我也可以讲的很慢很慢 我可以说的很标准很标准 我也可以说的很标准哦 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 作然耍流氓 今天的节目主要中心思想是 热爱是个臭流氓 他们说外国人会说普通话 在外国也有普通的英文呢 在外国